大家好 我是岳亭牙医诊所的执行长 从2013年建立至今已经满了五年 在经营的方向上呢 是希望给予我们的患者最棒的牙科体验 像我们患者他在第一次进到我们诊所的时候 我们在门口就会有一个负责的接待人员 会跟患者做一下我们的环境介绍 并且让患者可以在填写资料的时候 我们是利用iPad让他填写 例如说他的一些病史 他的用药记录 或者是他这次来看诊的一些需求等等的 这些患者的资料我们也会把它 建入一个资料库里面 方便我们医生他在跟患者做沟通的时候 能够随时的调出资料 为患者就是在打造他的治疗计划的时候 能够更严谨 然后更符合病患的需求 有些患者他可能是新来的病人 那他之前可能在其他的诊所 看诊的时候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 我们就会把他记录在这个VITAL CRM 里面 那这个主要也是提醒我们的医生 这位患者他可能对于哪些事情他是比较重视的 我们的总基人员他们在接到每一通患者的来电 我们都会在我们的VITAL CRM 上面做记录 那这上面的记录主要就是记录这会患者 他来电时他所提出的主述 他的需求是什么 那等下一次病人回到诊所来要看诊之前 我们的医生就会先上这个CRM 的系统去看一下病患 当时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或是他回去遇到的一些状况 了解了以后就可以针对这个状况去做一些治疗 或是做讨论 在进到诊间的时候呢 医生跟我们的助理 其实他们会事先都了解 了解到我们病患他今天约诊 他的需求是什么 其实他可以记录患者的网络图 那只要是他的亲友 有在这边看诊的话 他其实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 如果下一次患者他需要回诊 来做定检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同时的也查到 他的一些家人们 是不是定检时间也到了 就可以一起帮他们预约时间回来 然后就可以去做处理 那我们试用了一段时间 真的觉得他非常的人性化 该有的功能都有 对于统计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譬如我是一个主管 我平常要去统计很多很多的数据 如果说我一个一个资料 这样子每次都要靠着 我们前台人员 他们还要先用Excel 先帮我做一些统计以后 然后我再做一个统计 其实真的很大的工程 VitalCIM非常好 它就是几个案件 需求选一选以后 它就其实报表就跑出来了 我觉得这是它非常棒的地方 它可以发行销的简讯 然后跟发行销的信件 邮件 EDM 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只要靠着VitalCIM这个行销信件的这个功能 我们直接可以转发给我们所有的患者 然后我们甚至还可以去做追踪 说我们这次寄出的内容 那点阅率有多少 这些就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次做行销的一个参考 或是我们下一次选文的一个参考这样子 我们对于顾客的宗旨来说 我们是希望提供最顶尖的医疗服务 以及五星级的服务流程 希望在所有来我们月庭看诊的所有患者 他们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完美的体验